2020年6月30日 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的示威游行几乎绝技 每天都是惊心动魄的黑暗新闻 突然间就有人被带走 突然间传媒就会被攻击 甚至要取缔某家媒体 对于同为独立媒体的香港大纪元 和新唐人的员工们 他们是如何自处 又如何面对前面的路呢 如果今天香港真的变成大陆一样 我还能够在这里继续吗 我真的还能够走过这个生死之关吗 大纪元声明强烈谴责空同 勾达本部记者 对于香港大纪元记者梁真来说 2021年的5月11号 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天上午的11点半 就在他住所外的人行道上 梁真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用铝棒袭击 一见到对面有辆车 松了一个男人 肥肥的一个就拿着棍子出来 我以为他们玩的 有个女士叫救命啊 被人打 袭击者用铝棒反复击打梁真的腿 然后跳上一辆车牌号为 TV3851的黑色奔驰汽车逃离 我觉得这是一个讯号 是给我们所有香港的媒体人 还是站在前线的媒体人的一个讯号 他们想令到我们灭声 也都是给我们法轮功学员 他们想哄吓我们 令到我们在香港消失 因为毕竟人被袭击 在心灵跟那个 举动上还是会 比较脆弱的 就是天哪 我也会被人打 这种事情 就是说很难理解 然后就是 就是有点弱小的 女子嘛 对吧 在被袭击的一个月之前 梁真就发现 自己被不明人士跟踪 偷拍 甚至威胁 4月26日 梁真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一名跟踪她的男子 在被她质问之后 快速逃走 而与此同时 香港法轮功学员的 多个街头真相电 被图屋破坏 中共喉舌大公报 连篇累赌 对法轮功进行批判 大纪元的印刷厂 也被携带凶器的人打砸 在案发的时候 我当时就在外面 回收一些旧报纸回来 就经过我们的门口 有个水机的 看到眼尾望着 有个男人 就拿着电话在那里打 他就走过来跟我说 他就找姓朱的出来 这样说 我说我的公司没有姓朱的 那我抬头一望 我带到门口 看到Eva 就跟一个男人聊天 那个男人我就不认识的 我一问他之后 我想关门的时候 他的脚就拦着我铁闸 不让我关门 然后他说进去吧… 我说我都没有姓朱在 我说你出去吧 不如这样 然后说不够两句 就后面有几个人冲进来 整班人就拧着铁锤子 不断涌进来 我不知道多少人 但我觉得很多人涌进来 我一念我说 这次糟糕了 一起打过来 四名男子用大铁锤砸烂印刷机 控制台和电脑 并往设备上面倒混凝土碎块 离开时还拿走了一台被砸坏的电脑主机 这是大纪元第五次 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被破坏 几天之内无法恢复初暴 恐怖如影随形 梁真的先生非常清楚妻子的处境 他说如果出事应该找谁 然后说要不要准备一些袋子里面 放好我的印急 如果要被捕的话 不会那么仓促 对香港人来说 前途似乎是看不到光明的黑暗 中共烂捕烂告 很多香港人被迫离开家园 移民海外 不少亲政府的蓝丝人士 也在忙着转移资产 因为他们清楚 香港的自由港地位 已经一去不复返 过去 是香港人支援大陆的民主 支持大陆的人民 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 几十万饥饿的大陆百姓 涌进香港 香港人准备一包包食物 送给逃难的百姓 大陆天灾 来自香港人的捐款 几乎总是全世界最高 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 使香港人帮助被通缉的学生 市民和知识分子逃出大陆 并年复一年点亮纪念的烛光 而到如今 香港人惶恐地看到 自己也面临着 和大陆百姓相似的恐怖 这是2020年的6月4日 延续30年的六四烛光集会 第一次不被警方批准 一年之后 当年百接战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因为组织游行集会已在狱中 同时被判刑的还有多位民主派通认 2021年 政府再一次拒绝批准 六四纪念集会 并表示将严惩组织者和参与者 梁珍明白 这样的政治气候意味着什么 作为美国公民 他可以选择生活在美国 安全而又舒适 但是他有不同的人生打算 作为一个记者来讲 我希望能够记录真实的历史 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 我也希望在这个黑暗的时候 我们能够把光明跟希望 带给更多的人 如果到美国我隔岸关火 他们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跟他们站在一起 香港更需要我们这样的人留在这里 这种是冒着明明白白之道危险 你依然选择留在这里 是每天你都在压力下 你还能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那种勇气 你还能选择留在这里 我觉得说这话是不容易的 即使今天我也就知道这个话很难讲出来 但我觉得人其实一旦明白了 你真的要选择什么时候 其实那个恐惧是不会打倒你 和梁真一样 即使被威胁和恐吓 香港大纪元的很多员工 也选择坚持下去 修炼人 修炼人就不会害怕 如果我害怕就不会来这里做 总之到我来做之前 已经搞了很多次破坏 我都知道的了 如果害怕 为什么还来这里做呢 其实我觉得香港现在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更加要多些有勇气的人来说话 还有我们在香港一个自由的地方 以前有的东西现在好像完全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六十几岁人 做得多少多少 为下一代 2021年的3月 大纪元记者黄瑞秋在大陆的亲友被公安骚扰 他们威胁说 要用港版国安法打击瑞秋 那会不会都有些担心自己安全的问题呢 有的 其实说真的有的 怎么都有的 但是其实我之前在不同的节目里有讲过 其实就是恐惧和勇气同时存在的 就是你的勇气如何超越这件事情 不想用自己很有勇气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想法 这个憧憬 就是高过我这个恐惧 所以其实 虽然那些曾经站在前排为自由民主 呼喊的大人物纷纷被抓 可是香港人并没有放弃希望 47名组织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 今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过千名市民前往法院排队声援 对, 哪些是最强? 对, 可以选择 因为你完全不再放弄 对, 到底是最强的 是最强的 過去, 他不让我们游行 过去他不让我们游行 以限聚令的方式 去禁制所有的游行集会 我们今天就用排队的方式 走到地继续发声 过去他不让我们投票 我们就用排队 人数的方式去投票 说给民主派的领袖知道 我们是支持他们的 从3月1日开始 对47名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的 马拉松市的保释聆讯进行了4天 多名被告因体力不支而被送往医院 4日晚 裁判官宣布15名被告获准保释 律政司随即上诉 导致这15人还要继续关押 一些被告家属情绪崩溃 暴头痛哭 由国安法控告初选的参选人 这件事已经很荒谬 这几天的审讯 除了折磨所有的被告、家属、朋友 正在折磨 争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 香港的法治彻底沦亡 国安法生效的一周年之际 香港国安法生效的一周年之际 已逮捕了112人 其中57人已受到国安法罪名指控 恐怖高压之下 香港人在默默地抵抗 一把雨伞、一张招贴 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 但是就连这小小的空间 当局似乎都难以容忍 5月6日 大批国安警察 用到全湾的 Chicky Dog服装店进行搜查 因为服装店的老板周小龙 在自己的店里展示并售卖 关于抗争的纪念品 现在是怎样? 白色恐怖啊? 喜欢就是搞我的店铺? 嚇我的客人? 对不起啊 白色恐怖当它没到 我不怕啊 好 好 今天真真跑田线 再一次来到周小龙的新铺 因为今天是他开新铺 店铺第四天 但是因为昨天 大批国安在这里搜查之后 我们看到今天 他的生意是特别好的 是的 我们上去看一看 哇 在排队 不重要 是的 这个呢 这个呢 一定要打卡的 这个都是被 被针对的一个 雕像 我刚才采访了一些市民 市民说你的店铺不够大 是的 还要开大一点 叫你开多一点 第二呢 就说 越要你灭声 他们就越要大声 很多都是 是的 香港人几次 就是 屡次都是这样 由我预警申請 又到现在都是这样 就是我们是 就是不知道怎么说的 但是这么多的良心商人 在这个时势 这么压抑的时势 都愿意站出来 去公开地支持 被打压的学生 或者社稳疑人士 我当作学生 或者作为香港人 都有必要 有义务去支持他们 但是我自己相信 留在这块土地上 是有它的意义的 始终这块土地 香港才是我们的 我们的家 我们的故乡 离开他们 就是离开香港 真的会 令人很难受 第一 我相信只要 大家继续行动 继续鼓励身边的人 我们总有一天 会越过这个恐惧 会越过这个低谷期 在香港 还有不少 像周小龙一样的良心商人 在默默支撑 林郑道 林郑道 安心去上路 香港多得你 没了前途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了 网络歌手 就是《钱天霖》 就是我们如果 关心香港的整场运动 知道《钱天霖》 很多歌曲 其实点几率是相当高的 so far都算满意 但是《林郑道》 那首歌 其实因为很多黄店参与 所以才会高点激 我觉得 是啊 那个很感动 就是每一幅画面 就是令到大家 真的觉得香港人生未死 特别在这个环境 那《国安法》之后 其实有没有一些 創作的制造和压力呢 绝对有 《国安法》是真的 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 但是 害怕之外 但是我也不觉得要 那么害怕 就是 你其实就是 要继续下去 就是害怕 反而是 中了去计 我觉得就是 就是现在 有得做就继续做 就是这一刻 可以做就继续做 做到有一天 没得做才算 其实平日 都 就是 都不输 绝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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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 特别厉害 一天要行杂暴力 我觉得香港民众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经历了很多的锤炼 跟磨炼 他们所经历的路 跟我们很相似 法轮功学员只是比他们 早受了二十年多 作为法轮功学员的梁真 二十多年来 对中共的迫害手段 有亲身的体会 中共的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搞垮 肉体上消灭的政策 使法轮功学员被妖魔化 被孤立 失去经济来源 失去自由 甚至失去生命 但是有正信的人 不会因此而沉沦 不管多难 他们都会坚持下去 所以他们今天真正继续地感受到 当初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 今天也会用到香港市民身上 而法轮功学员 他们所做的事情 其实也给他们一个启示 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到真善的方式 去对待这种黑暗的势力 在忍耐 在这个患难的日子里面 是如何用透过忍耐 有一个是修行 一个是人的灵性上的提升 我小时看到法轮功的海报 真善忍 忍这部分 我经过19年到20年到21年 我更加明白 所以其实是 如果你问我怎么看法轮功学员 他们一定是在一个苦难里面 一定是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日子里面 但我看到每一位学员 都是持守着他的光 继续在黑暗里面去展现 他们生命的光辉 所以其实真的很欣赏 很多人都真心相信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即使他们有修炼 他也记住了真善忍三个字 怎么样去善恋去对待迫害 怎么样去坚持讲真话 怎么样面对苦难的时候 去默默地忍受 Security was tight overnight Friday in Hong Kong as police locked down a park that hosts an annual vigil for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police in the thousands patrolled the streets small scuffles flared in one part of the city and at least six people were arrested in total Despite fears some assembled holding lights near the cordoned off park 但是你也走不出来 是 没错 因为始终有人坚持才会有人出来 如果个个都觉得习惯性自然 那始终有一天 在大陆发生的事情 都会在香港发生 今时今日我只是想觉得 我每一首歌 我希望可以帮到香港人 一些力量 给予一些力量 究竟最后变得很黑暗 另外就是我们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但我觉得香港人总会有办法 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那是这个人 这是这个人的出路 我觉得香港还是一个福地 这个福地在于人们 就是看清楚共产党的邪恶面目 而不愿意跟共产党为伍 不愿意跟这个邪恶为伍 這就是香港比其他地方更可貴之處 這片土地的話 如果我們把它比喻為戰場 這個戰場它在最前線 所以這邊打仗的人 他是要經過很多的這種苦難 他才能夠像一個精銳部隊一樣 他能夠在前面那樣頂著 所以今天留在香港的人 他可能在歷史上就發過這樣的怨 他們要來在這場戰役中扮演一個 就是抵抗中共前沿的一個這樣角色 所以我們今天法輪功學員也會留在香港 跟你們站在一起 所以大家是命運共同體 所以我們經常說 We connect 或者不同民族 connect在一起 我覺得在不同理念 不同信仰上 也是一樣的可以 connect在一起 因為大家都希望這塊地方能夠有它的自由 還有我們心中那種善 真善人的光芒 我覺得這個一定會讓香港這地方充滿著希望 是否則是否也有一種能夠的 就是將否則在一起 香港的衣裏 但是我們搞定 其實是沒必要的 是沒有必要的 中國的地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